下面一个问题 如何在静云中去除贪嗔痴 这个我们也说的很多 常常都在讲 静是物质环境 明是人色环境 环境里面 有顺境有逆境 人色环境里面 有善与有卧云 会修行的人 这个环境对我们都有好处 不会修行的人 那要回避 这个大臣跟小臣区别就在此地 小臣呢 是尽量的回避他 大臣不回避 在顺境 善与里面 要常常提醒自己 不生贪念 你看这不就断贪嗔痴 人在顺境善业里 很容易起贪心 贪欲吃都起来了 这就是这堕落了 常常想到贪心 不管贪什么 贪佛法也是贪心 贪心 佛讲得很清楚 你将来到哪里去 魔鬼到 贪心是恶鬼 欲吃是出生 成慧也是地狱 嫉妒 成慧 都是造地狱的原因 尤其是在 佛门里面 最怕的是什么 怕 障碍别人 是佛 这个最重 你看 法奇 菩萨 书甚至要经 里面讲的 经一开端 世尊 就举这个例子讲 无善陀罗 这个陀罗的故事 缅为出家的法师 讲经说法 讲得很不错 法院很殊胜 故意的人多 供养的人多 另外一位学法师 沃比丘 看到之后 就起了嫉妒心 造谣声事 破坏到场 让这个天正 对这个讲经的法师 发生了疑惑 发生了疑惑 这个破坏的沃比丘 死了以后 多的地狱 地狱 他感受的时间长 在人间来讲 一万八千年 你说造罪业 很容易 挑拨是非 非常容易 可是果报很凄惨 一万八千年之后 他才在等人身 等人身是什么 贫穷下进 因为破坏人家 这个学佛的机会 他的果报是愚痴 凡是事情 它是相对的 对应 我障碍别人的利益 这个利益 是属于财务 李居强的时候 将来自己 就断缺财务 受贫穷之苦 障碍别人文法 那将来就没有智慧 障碍别人的发芸 那自己就非常可怜 为什么 深深适适 得不到别人的帮助 你总看这个相对 那佛教导我们 我们明白了 我们帮助别人 是帮助自己 成就别人 是成就自己 我这一生 没有这个机缘 但是我会帮助别人 可是 这因果同三世 到下一辈子 我的人生在修行 就很多人帮助我 到底在此地 那么我如果处处处的时候 基督障碍的话 莱森就 这个路就走不通了 太可怕了 这就三十英国 你要懂得的时候 人 人 明白 能力道德 不会走 懂得因果报应 不敢走 所以古身先贤 这个能力道德 因果的教育 重要啊 这个东西能够有效果的推动 世间好人多 好似妥 要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 秘境 卧瑜 不生成灰 在这里头 断这个 于吃 断成灰 修认如波罗米尔 没有一样 不能忍着 常常想到 一切人 一切死 一切万物 东施 佛菩萨 所以佛讲得好啊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如果 我们真地明了这段事情 世尊所讲的 我们接受了 我们相信了 我们承认了 你愿不愿意得罪一尊佛 现在这尊佛了 他磨着肚子 你供养他呢 你还是忍心看他 继续受惊悟 这就在你看你怎么做法了 你就想到 我将来的果报是什么 冷静一想啊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要想法源殊胜 没有别的 广皆善缘 我自己 前身修的福 不 所以这一生当中啊 命里没有财富 算命看向财库空空啊 要收贫穷下见的果报 所以这是难得的呢 过去身中 与佛有缘 遇到三位 真正的善知识 教我 补阔啊 过去身中没有修的 这一生好好的修 把它弥补过来 没有财富 怎样弥补财富呢 修财布实 能力很薄弱啊 我跟主委讲过多少次啊 修财布实 我很困难啊 自己生活是勉强可以维持 没有多余的钱的 所以张家大师给我说 一块钱也没有 这给我 一毛钱也没有 从一块钱 一毛钱 学布实 真的 越识越多 越多越识 你的财用不缺乏了 无论用多大的 多大的这个财物 真的叫 心香似臣 发布实 增长聪明智慧 无为布实 得健康长寿 老师教我这三个方法 我很认真去做 但是我并没有求财富 也没有求聪明智慧 也没有求健康长寿 没有这个念头 可这果报出了 自然献钱 让我们对佛法 生起坚定的信心 没有疑惑了 凡事 有疑不决的 这个原因呢 第一个 是善跟不 第二个呢 是没有遇到真善知识 或者是遇到真善知识 没有认真好好的学习 这阵地 亲近张家大师的人很多 亲近李老师的人更多 几个人得利益 相信的人得利益 一教奉行的人 一教奉行的人得利益 天天跟着老师 没有真正一教奉行 依旧不得利益